J. 欧卡佛被交易至蓝网资料罩美联社 记者张浩群综合报道 2015年选秀炭花 J. 欧卡佛 Jahua Okaffer 本季遭76人冷冻 球队寻求交易多日 终于找到合一买家 根据ESPN报道指出 76人把J. 欧卡佛 是道斯卡斯 和一支二轮选秀签送至蓝网 换来前锋布克 J. 欧卡佛行人 球技脚出场军时期 5分7蓝板汉衣 2. 祖宫的好表现 入选年度最佳行人阵容 不过由于恩彼得 J. 欧卡佛行人的付出 压缩他的出赛空间 生涯第三年仅出赛两场 其余时间都是坐冷板凳 J. 欧卡佛显然未在球队规划的蓝图中 76人明年也不会对他执行球队选项 所以积极寻求交易 蓝网本季从狐人交易来 2015年榜眼罗素 D'Angelo Russell 而这次再换来 J. 欧卡佛 后场与禁区的战力都大为提升 不过蓝网本季饱受伤兵所扰 林书豪与罗素都高挂面战牌 J. 欧卡佛 季后将成自由球员 蓝网若能留住这名信区好手 明年三人联手势必将成为蓝网冲击季后赛的关键 不可资料照美联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